好了,回来了,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就讲一讲香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件事要讲一讲就是社会福利署 昨天在奉德社区中心 搞了一个情绪支援讲座 那个情绪支援讲座有多少人参与呢? 就是30个 社署的临床心理学家就向参加者讲解 因为遇上特殊事故而产生情绪困扰的处理方法 帮助遇上鑽石山荷里活广场上周五发生的事件的人 面对他们的心理创伤 分享看法和感受 提供职场辅导 30个人去 社会福利署呼吁仍然受情绪困扰的市民 就要尽快寻求专业帮助 社会福利署的24小时电话热线 就是2343 2255 2343 2255 就会提供电话辅导支援和转介服务 有需要的市民就可以随时致电求助 另外呢 就是医管局 他们的精神健康专线也提供情绪支援 致电无需预约的 这件事就和桂林街那件伦常惨案有关 待会我会讲一讲伦常惨案那件事 医管局 其实当然是很关注的 向死者的家人 致意深切的慰问 也留意到部分市民 就可能会出现不安情绪 医管局的精神健康专线 就会全力为市民提供情绪支援 有需要的市民就可以打24小时专线 24667350 24667350 就无需预约的 专业医护人员就会提供协助 医管局也说 会加派人手全力为有需要的市民 包括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情绪支援 协助受影响市民尽快处理不安情绪 发言人也补充 自从上星期五转石山发生不幸事故后 截至昨天的中午12点 医管局精神健康专线接到45宗个案 已经由专业医护人员提供情绪支援和协助 真正自己去寻求协助的人是很少的 所以大家都是看一看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好了 也多谢 拼于你的支持 很多谢你 多谢你的支持 那 这件事情 当然是 要大家关心一下身边的人 就是大家好 而且有些蛛丝马迹有些不妥的时候 就叫身边的人去寻求帮助 或者直接是帮他们去寻求帮助 这是要的 那么Jackman就说 每天都是同样一样的问题 那么 有消息的 不是说查理家超台 那么 他那个政策专家组 这个月十六日 即十日之后 就会首次会议 那么 三个专家组 就有三场会 那么 讨论题目就是 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挥香港一国两制 富与背靠组 国联通国际的优势 那么 特首政策组呢 昨天已经发电邮 通知五十六个专家组的成员 消息就说 专家组未来 除了分组开会讨论 还会有不同 研究沟通机制 那么 就日常沟通的专员机制 那么 由特首政策组里面的 资深研究员和专家组成员 互动沟通 也有行常研究小组交流机制 那么 特首政策组呢 就施政方针 优先次序 和围绕特首所指派的 四方面工作进行研究 那么 还有过程里面呢 会和 研究项目相关范畴的 专家深入交流 由于呢 不少专家组成员 有进行 这个 调查研究 因此 亦会分享 分析 研究的成果 隐形需求 就要和专家深入讨论 那么 现在 特首政策组 就负责管理两项资助计划 包括公共政策 研究资助计划 和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资助计划 消息说 部分专家 亦会应邀就 政策研究资助计划 提供意见 那么 政府上月底 就公布 特首政策组 专家组的成员名单 有56个成员 任期是一年的 即时生效 那么 去到明年5月29日 专家组有三个组别 就是经济发展专家组 社会发展专家组 以及策略 研究专家组 研究策略专家组 他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应该会解决到 一天一个问题 断股吧 断股没有辛苦 那么 还有就是 社署方面 就是孙玉咸 他有出来说的 这个就是 努福局局长 他 对深水埗桂林街的 倫常惨案 三个幼童 就怀疑被妈妈用枕头局死 就对惨剧感到非常心痛 并且 就深切关注 社署就会尽快联络有关家属 按他的福利需要 就提供适切协助 就在港铁深水埗站 C2出口外边 搞了一个流动服务站 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支援 和服务资讯 那么孙玉咸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政府一直致力打击家庭暴力 持续加强为 面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和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一连串预防支援 和专门服务 政府也透过宣传活动和地区活动 促进公众形式 家庭凝聚力和预防家庭暴力的需要 鼓励有需要人士 及早寻求协助 任何人士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 就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协助 也可以向当区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或者致电社署 24小时热线 2343 2255 2343 2255 尋求协助 天下第一爺就说 一班高高在上的专家去研究底层的问题 即是和求玉皇大帝没什么分别 他们说有得搞 看看怎么办 不要一开始一棍咬死他才行 我也要说 喏 那还有 就是 你说南亚人 其实香港 从来都是有一班南亚人在这里居住 这个我也要说 有一部分是很有钱的 有一部分 在社会的底层 那 香港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 就是 你留意一下香港的社会是怎样的 就是回归之前是怎样的 它不是一个 就是纯粹只有唐人在这里的社会来的 就是 香港其实一向都是 华洋乘处 那除了洋人之外 还有南亚人 就是 所以 就是你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南亚人 其实 香港 一向都是这样的 不过 以前 那些南亚人 没有那么显眼 为什么他们现在会那么显眼 他们繁衍的速度是比较高的 你也要承认一件事 无论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 他们生小孩也是多的 那些南亚人 你留意一下就会知道 就是 你见一下那些南亚人的朋友 哇 很多小孩很开心的 他们的家里 很多小孩 很开心的 那 我当然认为 就是 香港有些政策 是没有照顾到这些人 还有 有些媒体 也都是不断 挑动 香港本地人 对南亚人的歧视 其实一向都有 香港其实很有趣 因为媒体 他一定要挑一些仇恨点 其实 你没有仇恨点的人 是不会有人关注的 其实 那 辉日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就这么说 政策组 就是赢了 既得利益集团 利益再扩大化 的政策是什么 那 你说之后会不会 一定是这样 我当然是希望 不会 希望政府的施政 当然会公道一点 不要再 完全向既得利益者倾斜 如果 那些政策 是欺负老实人的 那 一定会有其他问题出现 一个地方 其实 香港回归之后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欺负老实人的 就是 特首坚做的时候 就不是欺负老实人 就会被人 不断拆台的 举个例子 就是董生 其实董生有很多事情 是有前瞻性的 但是 他有前瞻性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 当然是令某些人 很不畅快 举个例子 就是 董特首 他做的时候 他那时候说 香港要做工业 要搞 其实 你看回头 真的没错 如果香港 在 董建华做的时候 搞到一些工业出来 先进一些工业 不是做山寨厂的工业 做一些先进一些工业 举个例子 就是做 晶片设计 其实香港不是没有做晶片设计的 其实香港是 200多年的时候 还有晶片设计公司 200多年的时候 我不是说笑的 香港有晶片设计公司 他可不可以做晶片 其实 香港有一段时间 是有做晶片的 为什么这些行业 会没有了 其实是 这些行业 投入又多 这些就是 香港 high tech high low tech low 那些问题 你一段时间 是这样搞的 那当然不行 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看到是不行的 还有就是 辉日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说 现任粉色太平的既得利益集团 全部欺负老实人 遲早民怨大爆发的 官逼民反 就累到国家 辉日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的 我当然希望 不会变成这样 就是这样 有很多时候 你提出一些意见 就是不想变成这样 是不是 你变成这样 是没有意义的 到最后 现在 我们尽量 在节目上 就会说一些 社会有关的事情 和香港社会有关的事情 那 当然 所以 我就不会说有些仇恨点 会变成这样 我是不会的 那 香港的艺民说 没有仇恨点 正棍是没有生存意义的 其实 有很多 事情 都是要变成一个仇恨点 出来的 那我就 不会搞这些事情 实际上 对大家说 你也是挑 对官员的仇恨 我从来都没有 有些网友 他说 看死一棍 我都说 不要一棍 你也要看看 他 之后做了些什么 他真的做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出声也不迟 对不对 对不对 Powtaste 就说简单一点 如果那时候继续搞 DJI大疆总公司 就应该会在香港 不在深圳 那当然 有些事情 你看回头 就知道香港 错失了很多机会 错失的机会 其实就是 某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觉得这些事情 找不到 很好吃 他们觉得 只是搞地产金融也可以 香港 那时候还有一个特首 说 只是搞地产金融 可以养一千万人 一个地方 你有没有一个地方 真的单纯 是靠地产金融 可以养一千万人 我就告诉大家 是没有的 真的没有 那 那 Kennieff Moon 就说 压力来自太多老实人 就被不公平对待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养一切 那 现在最大事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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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人 仍然得到一些 關顾 就是大那架的地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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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通 你的支持 那 赞先生 他就说 这个社会 搵食困难了 泪气就自然重 其实香港 是有搵食困难的问题的 但是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要输入外勞 就是要绕固奴顾会 其实搞到 勞联和工联会的人 都要去示威的 其实是 不过就是几丁有 其实 有些政策 其实 立法会那些人 弄了出来 你也是没有办法 是 就是 去反对的 因为他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 只有九个议员 是反对这件事的 就是 那个法案是没有约束力的 但是他就可以做到 我们的勢已经在我们那里了 就是他们那些人 那你怎么办 你是没办法搞的 那 我讲到这里 就算了 就是有些事情 希望大家也是 先给个机会 就是不要冤阳咬死 就是那些政策组 他不行的时候 我们才说 他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觉得OK 但是现在看到 就是很多事情 都是不行的 只能够这样说 这个评论已经算很公道了 那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讲 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我们下期再见 一会儿 diese 的 哇 我就 你 超 无法 像 Agency Zither Harp Zither Harp